一连两天轰炸后 基辅市中心上空出现战机绕飞领空 以防俄罗斯再突袭 这波攻击对基辅电力战和市区建物的破坏 从卫星照片上清晰可见 还有民众在树干上绑了黑丝带 但哀悼之余日子还是要过 赶攻修入把飞弹弹坑给填平 基辅战火烧歇 但别的地方可没那么幸运 乌克兰扎波罗勒暗夜遭到空袭 东南部还有一座小镇被狂炸300次 但是专家认为俄罗斯是要用这波空袭 掩盖前线失利的事实 因为乌克兰在东南部持续推进反攻 士兵在赫尔松的小镇重新高挂乌克兰国旗 并俄军留下的BM27巨风火箭弹一并接收 英国政府掌握的情资研判 俄罗斯是弹尽原决战事受挫 在此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释出士兵用监射标枪飞弹 击落俄国火箭弹的画面 说他们要更多武器来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要的就是大量的先进防空系统 目前美国承诺要援助六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 在这波空袭过后 答应会加速交付 而目前已经拿到手的 是来自德国的Iris-T防空系统 这套主要由德国研发的Iris-T 能够拦截高度25公里范围40公里内的空中威胁 德国答应援助四套 目前已经交付第一套 北约乐舰成员国持续军援 但是也凸显出一个尴尬情况 因为到目前为止 各国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份额 美国占了49% 波兰是22% 德国9% 最低的是法国不到2% 这让乌克兰出招写情书 喊话法国爱乌克兰就给我们更多武器吧 最好是155公里的自轴炮 和凯撒轮行自走流炮 乌克兰国安顾问也呛响俄罗斯 不管增兵几十万人都会把俄罗斯打退 就怕普京被逼急了 真的动用核武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表示 有必要清楚恫恶普京 动用核武是死路一条 波顿受访强调要让普京知道动用核武 美国就可能执行斩首行动 TVBS新闻总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